交通部去年8月推出 2023年大专生机票补贴计划 Fly Siswa 全国共有5095名大学生 符合申请资格 可以获得300令吉的电子优惠券 交通部长陆兆福证实 目前已经有四分之三 获37551名大学生 申领优惠券 政府为此发放了687万8千多令吉 陆兆福尖早在槟城 八六拜出席北马区全民昌明活动时 提醒全国大专生浏览交通部官网 查询申领300令吉机票优惠券的资格 以免措施津贴 槟城公交系统方面交通部长重申 马来亚铁道公司早在去年2月起 增加北海往返巴东误杀的火车班次 以提升槟州子民的出行便利 内阁近年3月也已经亮绿灯 批准建设槟城轻快铁珍珠线项目 以舒缓冰岛日益严峻的拥堵问题 对 对 对 感谢观看